作词 李宗盛 来偷偷编入程序 看酒家LV 而今日写满了想你 每分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击 代码都是喜欢你 我要穿过黑夜里 为你我努力打 白笔如鸡 随时代你 永不当静 只为遇见你 想要在一起住进你怀里走过每个四季 树入边际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又甜蜜 的城市 树入边际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又甜蜜 很久没有想要回答你 一段奇迹你 这样的奇迹 因为你 好可爱 你 幻想要回答你 也不想要回答你 by bwd6 可以了 你怎么会化妆啊 你要是家里面有两个 不化妆绝不出门的女人 再春也学会了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搞得我跟变态一样 江自彤小时候 头发都是我砸的 当你妹妹真好 当我妹妹可不是最好的 当我老 时间不早了 走吧 来 看这里 来 微笑一下 好的 你来了 我正好在路里来见见世面 交流会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投资人给你认识 好 你小心啊 可别摆手脚了 我没事 你别 别担心我 谁担心你了 我是怕你 给我丢人 给我丢人 一程 这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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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江总 李总在那边 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互动性的游戏 用手机和PC端相结合 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用手机玩游戏 对 回家之后用PC玩游戏 是 您觉得怎么样 嗯 不错 你想吃什么 我夹给你 嗯 不用了 谢谢 你好像 不太爱说话呀 嗯 不是不爱说话 是 不太想说话 你可真有意思 哦 对了 你是 江总的秘书吗 嗯 我是程序员 你再和我开玩笑吧 我不信 除非你能证明你自己 怎么证明啊 这样 你告诉我一个 如何和程序员 打交道的秘诀 哦 你绝对不能说 他们是修电脑的 不 绝对不能说 他们做错了 吃点菜 啊 陆离 买单去 哦 小心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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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啊 你这样就不够意思了 说好是我买单的 李总 这里是我的地板 我当然要进地主之一 您别着急 下次去深圳的时候 您请客 好 哦 对了 这是我的左膀右臂 小刘啊 各方面都很优秀 就是至今还是个单身 江总 有机会 帮忙 给他物色物色 李总 这个我就爱摩登珠了 好 刚才那个小姑娘就不错啊 我看他们两个聊得挺投机的 心变好 很开心啊 我也觉得陆小姐挺有趣的 而且她还是个程序员 那是看对眼了 来 把酒杯举起来 来 谢谢江总 给你保个眉吧 谢谢江总 啊 又让二位失望了 刚刚忘了介绍了 那位陆小姐 是我妻子 听听过来 我先生的优秀 我是这样子 我又刚好 我帮你靠我自己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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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程说我穿蓝色好看 我没想到 你也挑了这个颜色 是她让我这么穿的 看来她的审美 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跟你不一样 我和你其实以前挺像的 但我现在确实不一样了 我现在能够给她介绍人脉 能做许多 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事业跟感情无关 我想她今天带我来 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 我其实特别想提醒你一句话 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什么意思啊 一程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 就是为了摆脱她父母 对她的人生控制 以免再次被威胁 不得不做出一些 让她后悔的选择 不用我再继续说下去了吧 来 再倒点 倒点 我上总我实在是喝不下 还能再喝一点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一程 一程 你没事吧 黎曼 你别碰我 我要回家 你慢 别碰我 慢点 我要回家 小心 来 我扶你 来 我来吧 谢谢 我还回家 李小姐 是想跟我们一起回家吗 那你也早点回家休息啊 走 我们回家 我给你 我给你 你也要几个 这个好过去就算了 慢点 进行 慢点 慢点啊 睡床在这儿了 来 你们 我是洛梨 我要回家 我想 回家 你已经到家了 这就是你的家 我要回家 这就是你的家 来吧 我先扶你上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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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来 来 去 去 开 来 来 行 点 来 嗯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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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醒吗 嗯 那昨天 是 是你送我回来的 不然呢 你以为是谁啊 我记得黎曼妃要送我回家 然后 然后我就断片了 那个 我们有没有 你知道的 我喝完酒 容易刷酒疯 哦 我把你扶上床以后 我就回房间了 你在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 我的床单怎么换啊 你喝醉了 吐了一床 我要是不给你换的话 你又该训我了 没有别的了 没了 谢谢你昨天晚上照顾我 不客气 你下次别喝这么多了 真的很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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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 谢谢 我 不客气 打开 我要 我 你 我 不是 你 我 你 难道 真的是我在做梦 小七 起来吃早饭了 不想吃 我要睡觉 你吃完了再睡 不然对胃不好 乖 饭都凉了啊 我干嘛说了 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 他可就过来卸你位子喽 你怎么进来了 你干嘛让我给你送点水果过来 我还以为你拿干嘛当挡箭派 我就会原谅你 我们已经绝交了 顾小七 绝交这个词 我可不想再听见第三词了 好的 绝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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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房间请你出去 这张照片是你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玩跟你拍的 那个音乐盒 我人生的第一笔工资给你买的 还有那幅画 我送你的成人礼 这个 你上高一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住校 害怕睡不着 我特意去翘课给你买的这只兔子 干什么 你今天还跟我叙旧的 小七 我想说的是 你人生每一个阶段我都有参与 我们是彼此最近的人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必要 为那些不相干的人跟我支起 我喜欢的人就是不相干的人吗 就因为我们一起长大 所以你就可以随意支配我的感情吗 没有 我只是在帮你筛选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的布娃娃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错在哪儿啊 就算是我亲爸亲妈 要没有这样管我生活的吧 妈 妈 以后不要让外人随便进我房间啊 发什么神经啊 默默又不是外人 这孩子 起床气真大 没吓着你吧 没有干嘛 他什么样我没见过 就是啊 我给他包个鸡蛋 我来包我来吧 你说你们俩呀 从小一起长大的 怎么差这么多呀 他要是由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哼 坏蛋 怎么一直发愣啊 怎么样啊 骨后回肝 所以说呀 人生如茶嘛 好久不见了 你还没跟我解释 上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上次你不是突然给我发信息 说不让我待在办公室里了 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 感觉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小璐啊 你 你没事吧 可能是最近工作太忙了 说到工作呀 你上次在茶室里 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个师哥 他叫江亦诚 是亦诚科技的创始人 他后来特地打电话来问过你 怎么你们认识啊 我现在就在一场工作 我上次发信息给您 其实也是跟他有关系 你呀你呀 女扮男装这种主意都能够想得出来 都说你固执 你何止是固执啊 你简直就是一根筋呀 您就是说我傻呗 在这个聪明人乱窜的年代里啊 要想办成一件事情 缺少的不是聪明 恰恰是这种一根筋的傻劲 也好 本来啊我想把你介绍到他们公司的 现在殊途同归了 教授 那您认识黎曼吗 我当然认识了 她也是我的学生 而且学计算机的女生本来就少 她人长得又漂亮 成绩又好 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你怎么想起问她呢 听公司八卦说的 说她跟江总以前还在一起过 是啊 在读大学的时候啊 他们可是学校里有名的一对啊 当时我还以为啊 他们能在一起呢 可惜啊 后来黎曼离开了 没错 这件事情 对一诚打击特别大 她为了找黎曼 还出过车祸 当时我真担心 她一蹶不振呢 还好她挺过来了 看来她是真的很喜欢她 不过这话说回来啊 你和黎曼两个人 还真有点像啊 为什么这么说呀 你看啊 你们和易成这种天才型的学生不一样 你们属于勤奋型的 只要认准了方向 就会一往直前永不放弃 另外啊 你们的名字里头 都有个离子 你说这巧不巧啊 是啊 真巧 你怎么又请假了 这是怎么了 张组长 我们两家公司一起合作开发玄中计 我希望能够互相体谅 这要是没有这组服务器的话 我们的人可真就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李总 这一组服务器是公司专门为我们组来配备的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向公司打报告 总得讲一个先来后到吧 就是 这机器上面又没写你们一组的名字 就是 非要说先来后到的话 这快递还是我先收的呢 那还是我拆的呢 你看看我这手都滑坡了都 这是你们抢来的 抢什么抢 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组的东西 其实服务器我们早就申请了 不过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 机器是公司的 应该先提供给更需要的人 李总 不是我们不愿意让 是我们组也需要这个服务器啊 李总 别跟他们扯了 我们直接去找姜总 有些人啊 只会打小报告 不是 你说谁打小报告呢 说谁呢你 你吵什么呀 说你们呢 怎么了 你们想干嘛 就会打小报告怎么样 想动手啊 还就是跟我打小报告呢 你吵什么 不是他不想到的吗 你知道吧 你不管一管 别吵了 你吵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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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想到的呢 服务器本来就是 是不是这样 走走走走 吵架解决不了问题 既然大家都不肯相让 不如比赛吧 想打架 行 奉陪到的 对 程序员之间 从来不靠武力解决问题 要比赛 用键盘 无论比什么 我们组实力 绝对碾压你们 就是 按要比比才知道 李总 你同意这个提议吗 你想怎么比 打飞机 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这怎么怎么弄啊 这 你是说 比赛谁做的程序 打飞机最厉害 AI是游戏的灵魂 人类再同名 在尔法狗面前 都无能为力 我看不如 就写一个AI程序吧 具体你想怎么比 首先在游戏场景中 自动生成一百架敌机 让他们在空中循环飞行 轨迹随机 然后我们两组 分别派人 给同一个飞机模型 写AI程序 核心目标 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 既避免自己被敌机击毁 又尽可能多地击杀飞机 规则就是这样 李总 怎么样 你们同意这个解决万和吗 我们没问题 好 那好 你们拍 李总 听说你也是 新海大学计算机毕业的高材生 不如我们PK一下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写过代码了 感觉都已经和键盘有些陌生了 既然李总不肯PK 那干脆就放弃吧 虽然有些陌生 但毕竟基础还在 这感觉嘛 找一找就回来了 毕竟是师妹的邀请 我可不敢拒绝 那比比吧 那既然都同意了 我来宣布一下比赛的规则 编程时长呢 为两个小时 编程完成之后 双方飞机模型同时进行飞行射击 限时五分钟 谁击落的飞机数量最多 谁为优胜者 开始 牛仔 Donna 李总这打带马的速度可以啊 之前还说他比较手伤啊 视若并不等于步枪 那叫骄兵之计 舒婷 你觉得谁会赢啊 其实对于AI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决策 就像下棋一样 当前的每一个环境因素 都会影响到下一步的决策 这次的AI决策的核心 就在于限制的时间里 如何击杀更多的飞机 如果没有理解这个目标 之后 那么就会诞生错误的决策 所以呢 所以继续看 我觉得小鹿的这个 这编的也太简单了 感觉全都是漏洞啊 那不行啊 我给他提个请教 来不及了 老远 老远 好 各位 时间到了啊 时间到了 请你们的手离开键盘 既然两位的代码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就请将你们各自的飞机模型 放到宇宙射击空间当中去 限时五分钟 三 二 一 开始 小鹿 小鹿这飞机写跳得有点快啊 是啊 行啊 他输了 嗯 他输了 一成 江总 那个 这还没到最后一刻呢 小鹿不一定会输的 对啊 事实胜于雄辩 别死鸭子嘴硬了 是 你说话你 这不重提了 我是说你们输了 不是 江总 你说错了吧 我们李总的 血量和击落飞机的数量 都是领先的位置 对啊 但是他的机器人太过于灵活 不是 灵活不好吗 任何一个AI在设计策略的时候 都不能只考虑自己 要考虑周围的人与环境 而游戏中的敌人 也会去分辨对手的强弱 也就是说 当对手越强的时候 他们越会害怕 甚至会躲避 去寻找弱小的对手 还真是 李总的飞机 果然越来越难接近滴机了 他们都在接近血量较少的 陆离这边 可是小陆的飞机 血量太少了 感觉马上就要被击毁了 你看时间呀 就算被击毁了 留给对方的时间也不多了 是是是 而这场游戏的目标 并不是为了自保 而是为了在五分钟内 击杀更多的敌人 故意受伤 降低血量 以 侍弱赢得敌击的靠近 从而达到 更多的击杀量 宁愿死都在所不惜 小陆这脑子转得可以呀 厉害 那不是死定了 你说什么呢你 三十九比三十五 好赢 赢了赢了赢了 我都不怕了你看这 我也是 太紧张了 赢了赢了 真棒 原来你的策略不是破绽 而是诱饵啊 这局我输了 心服口服 能让李总心服口服的人不多 陆考兰 这局没给我丢脸 一时的输赢可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谁 才能笑到最后 笑到最后的 不一定是赢家 也有可能是小丑 还有李总啊 您刚才那句话有点问题啊 暂时的输赢也是重要的 是是是 那个我们的服务器 由我们暂时保管了 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利用它的 是吧 对对对 好好用 这组服务器 要先给李总他们 江总 我们说好了 谁赢了服务器给谁 而且我们需要这组服务器 来开发玄中计 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件事情 你不用再参与 玄中计 后续的开发了 为什么 我对你 还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还有 虽然这组服务器给你们了 但是你们要去会议室办公 这样大家互不干扰 那个江总啊 之前不是说 让小鹿做主城吗 而且这段时间呢 都是小鹿 与其他各部门进行对接的 现在突然让他退出 是不是 这是公司的决定 陆迪江代表公司 去参加Nepos举办的 游戏创意大赛 江总 我想跟你聊一聊 来我办公室 来我办公室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们呢就先去会议室了 一会儿呢 记得帮我们送进来啊 路上班 辛苦辛苦 李总 那个服务器吧 一会儿替您送过去 辛苦了 不辛苦 咽不下这口气 我咽下去了 你健身都进哪儿去 我咽不下 江总 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你为什么都没有跟我提起过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有事 我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想要跟你说 你先等等 好 Nepos比赛不限题材 具体规则我让人发给你 公司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拿第一名 江总 参加比赛的任务 交给其他同事比较好 我希望继续完成本职工作 开发选中期 这是公司的决定 你只需要服从就好了 我会让其他部门同事来帮你 是啊 陆黎 Nepos承诺了 会给优秀作品提供 孵化资源和资金扶持 而且这个比赛 算是短期内打响公司 知名度的最好方法 你要是能获得第一名 那业内会有很多公司 注意到一城科技的 这也对一城获得投资 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城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 就是为了摆脱他父母 对他的人生控制 以免再次被威胁 不得不做出一些 让他后悔的选择 你让我参加比赛 就是为了投资 有这方面原因 重要的是 你在玄中纪这个项目里面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策划 与创新能力 所以我希望 陆离怎么跑出去了 我还想问呢 他现在脾气怎么越来越大了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自己回家解决 陆离年纪还小 可能有些公司不分 你好好跟他说 我刚刚说的 他听了吗 回去我才好好教训他 你想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 至于具体过程 就不用跟我们描述了 我还是单身狗 我受不起 你们事情聊完了吗 我本来 是想跟你说设备的事情 那我直接找行政部说吧 你们聊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我听说 你让陆离退出寻冲机啊 又一个 你当初明明答应 只要他创意提案被采纳 就让他当主成 既然答应的事 就不要出尔反尔了吧 你以为我想打脸吗 还不是因为一级不同意 这个事儿 黎曼的意思 他是一级的代表 他的意思 就是一级的意思 陆离资历确实不够 但是核心想法是他想出来的 他才是最了解旋中级的人啊 所以我跟李曼约定 只要陆离能赢得这次Nepos比赛 一级就不再阻止他 重回旋中级当主成 那我看陆离刚刚的反应 并不知道内情啊 你怎么不把真实原因 跟他说一声呢 刚才有外人在 我能说吗 你干嘛啊 笑得这么毛骨悚然 你知道啊 不沟通或不正确沟通 有时候都会带来遗憾 你又在说什么禅语 自己琢磨啊 随着 拦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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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蝶 谁啊 罚什么神经在这儿 是让你一直不来看我 你气还没想到哪儿 如果有一个人 从小到大挡了你的桃花 你能这么快消气吗 我之前还一直以为 是我的恋爱雷达出了问题 没有想到 是他脑子有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当然知道了 因为他是天蝎座 你是不知道 从小到大 他这个变态的控制欲 真的是强大到极点了 他今天早上还来我家 跟我说什么 不要因为一些不相干的人生气 你听听 你听听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妈还喜欢他喜欢 那跟什么似的 想到这个我就来气 我就来气 来气 算了 不说他了 对了 你吃晚饭了吗 还没呢 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在家里点烤肉了 之前一直怕吃不完不敢点 你想吃什么 随便吧 你点 好 你在这儿啊 小七 这猫是怎么了 感觉情绪不高啊 发情啊 最近我一直给他乌色女婿呢 你要是知道什么漂亮的小公猫 记得推荐给我啊 嗯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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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敢关机 你不接电话就算了还敢关机 笨口啦 我早也得被你气死 来 来 进我们的闺蜜时间 太爽了 简直是没有比跟闺蜜一起吃烤肉更爽的事情了 让那是臭男人都见鬼去吧 等一下 你能喝也不能这么喝啊 我渴了 又是这个笑 你每一次假装开心的时候都是这个笑 李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被江一成欺负了 没有 只是工作上的事儿有点烦心而已 工作上的事儿 嗯 鬼才是呢 如果要是工作上的事儿 你现在就应该在电脑面前打着表格 分析有缺点呢 不会是江一成跟林曼 救情复燃了吧 人和机器的区别在于 人类会受到情绪的支配 所以我们做不到像机器一样 永远保持理性 永远保持理性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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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天才会过的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嘲囊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哦 哦 电话响起 心里去抱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你想会挂着灿烂的笑影 你的海 总是带着点沮起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任性 臭脾气 带着粗衣 所以我只好就让着你 哄着你 快快 越过天晴 这一首歌 送给最爱的你 未来的路 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哦 哦 电话响起 心里去抱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影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沮起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哦 电话响起 心里去抱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影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沮起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爱你